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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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任何東西的根本 它就是讓我們接近 我們想要拍攝的對象跟人 然後我們經過很長時間的相處 跟理解之後的那個過程 產生的影像 就是田野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 任何東西都沒有辦法贏過真實 真實的影像是它的迷人之處 我覺得還是回到田野這件事情 就是讓我們深耕進入田野 然後藉由跟他們共處 跟理解的過程 甚至跟他們一起勞動實踐的過程 對我們所拍攝的東西產生理解 然後它也是因為我們自身在田野的第一線 取得的東西 那麼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如果沒有這些元素的話 它可能就會缺少很多東西 很多 尤其是原住民的部落 會蠻多禁忌 那禁忌有時候是性別的 然後有時候是祭典儀式文化 它可能分是局內人或局外人 可以或不可以參加的這樣 那麼那又回到一個原點 就是我們當我們要拍攝之前 我們一定要做功課 有一個過程是拍攝前 讓族人充分地理解 我們要做什麼 要為什麼要做這個 要做成什麼東西 那當族人很理解 我們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還會很開心地告訴你說 沒問題那你要注意什麼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互動的開始 我覺得影像是很有魅力的一種栽體 如果有興趣要投入這個行業也好 或是投入這個興趣的年輕朋友 我覺得就是放膽地去做吧 就是很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投入影像其實是一個很迷人的過程 那它其實也是幫助我們把我們在任何時候 接觸到部落的文化也好 或是接觸到任何我們想表現的議題也好 它就是一個我們接觸的過程 一個很重要的學習的旅程 那麼我們把這個功課做完 冒險自由地去投入 就死了這樣 紀錄當下 讓文化長久存續 Size Learn